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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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七情六欲的障碍 我们很容易知道这是错误的 我欲望过度了 我情绪失控了 造成烦恼了 这个障碍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冤家夫妻儿女债 不要用情过度 我们台湾人说 爱留卡参戏 这都是属于烦恼障 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好 酒色财气 吃喝嫖赌 这都是属于烦恼障 甚至追名逐利 这也是烦恼障 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对的 但是知见障 就很难断除 因为我们会自以为死 认为自己的知见是正确的 落到知见障 就会把自己人生分作对和错的两边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对的 然后执着自己的认知 认为这样才是对的 那样是错的 这是知见障 这个知见障障人 障得很深 而且你会去维护你的知见 像烦恼障 我们知道这个会带来烦恼 我们恨不得把它除去 它跟疾病一样 生病 我当然希望把病治好 但是知见障有不同 知见障你不会认为那是疾病 甚至你还认为是仙丹妙药 你认为这些正确的观念 它可以带给我幸福 带给我快乐 比方说 以前我们有讨论过的 成功等于幸福 这样的一个幸福方程式 很多人都认为 成功等于幸福 所以大家追求成功 那事实上成功真的等于幸福吗 这是经过科学家的 这个研究 深入的研究 我们有讲过实例 已经推翻了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幸福方程式 但是这种知见呢 就算你推翻了 你还是很难 知见一旦出来以后 像后学有讲过 成功不等于幸福 可是大部分人还是追求成功 还是一样 知见障一进来以后 你就很难消除 就像释迦牟尼佛有讲过一个故事 他讲一个人 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 他很爱他的老婆 那这个老婆又会跟别的男人失通 他有一次出远门去 那太太因为已经厌倦了他的老公 就要跟别人失奔 又怕老公来追他 就跟这个印度有老欧巴桑老妇人 他们负责处理尸体的 我们现在人 我们台湾人叫做脱工 那以前的尸体不是埋在土里面 在印度 他们是放在一个树林叫斯陀林 在树林里面有很多尸体 他就花钱叫这个老妇人 去斯陀林搬了一具烂掉的妇女的尸体 放在他家 然后等他先生回来之后 就告诉他先生说 你太太已经死了 在印度几千年前 天气那么热一下就烂掉了 就腹烂掉了 就看不出来了 结果他先生回来以后 发现自己太太死了 就真的相信了 就很伤心了 哭泣 然后就把他太太的火 这个骨灰 一般都是放在斯陀林 一般来讲 穷人都是放在斯陀林 有钱人的话就是火化了 他就把他火化了 火化以后那个骨灰 就戴在身上 垂身膝带 因为他很爱他的太太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他太太又厌倦了这个情夫 又回来找他先生 就跟他先生说 我回来了 要编一些借口 说他回来 他先生不相信 他说我太太吃这一包 我太太已经死了 他已经深入他的心中 这个知见 他已经认定以后 就算他真的活人过来了 本人过来跟你讲 我是你太太 他觉得你是来骗我 你骗长得像我太太的骗子 他就是不相信 我们觉得有这种傻瓜吗 不可能有这种傻瓜 但事实上人的知见 一旦入心以后 就很容易变这样 圣人来跟你讲 你也听不进去 所有的圣人都告诉我们 要清心寡欲啊 孟子讲的 养心没落寡欲啊 但是每个人还是认为 人生最大的快乐 就是我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 就是这种 从小受的教育 甚至生生世世的知见 就是说 人活着 就是要能够 我要心想事成 我心里想要追求的东西 都能够成功 圣人来跟你讲 叫你无所求 你也做不到 我们已经有所求 有所求 变成我们的一个人生观了 今天告诉你 就算是佛陀来告诉你 你也相信这是佛陀 有求皆是苦 无求乃捏盘 但是谁真的听进去 我们听课听那么多年 谁真的说 对 无求了 我无所求了 没有啊还是有所求 后学不要说别的道场 在自己道场讲课讲了几十年 道心来问问题 还是都问一些有所求的问题 我要怎么样的求 这个生儿育女啊 要怎么样子养儿育女啊 不只是生儿育女啊 要怎么样教育他们啊 才可以书读的好啊 将来 昨天后学 要离开石刚的时候 还有一位道心在 紧急在最后一刻 在车门前面把我拦住 在问说 怎么办我女儿同时 通过两个银行的比试 现在要选择哪一个 我说你女儿喜欢哪一个 就选择哪一个 这还用问我嘛 她说可是她喜欢的那个 录取率比较低啊 她不喜欢的那个 录取率比较高啊 她想要问后学啊 反正你就跟我讲一下 到底她哪一个会录取 她说又不是算命的 我怎么知道呢 所以听了几十年 问的还是这个问题啊 最在乎的还是这个啊 所以说 这个知见是很可怕的 有一位道心 求了道以后就 不见踪影啊 突然间 多年之后 突然间从 从新竹啊 专程来找后学 就问后学一个问题 她说点来是 修持三宝 可不可以赚到很多钱 我问这个问题 我说修持三宝 可以让人越来越善良 不会让人越来越有钱 你要搞清楚这一点 你为什么要 那么多钱呢 你这钱根本我们了解嘛 你就够用了嘛 你不是富贵中人啊 起码小康嘛 够用 她说可是钱很重要 你说钱为什么重要 你说多看钱为什么重要 她说不出来 她只说钱很重要 什么都要钱 什么都要钱 你又不是没钱花 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多多益善 被洗脑 我说好 人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 婚姻重要吗 她说重要 你不知道什么重要 我告诉你 婚姻这么重要 子女孝顺重要不重要 身体健康重要不重要 都重要 请问你有钱 可以让你子女孝顺吗 才怪啊 对不对 那些官二代 富二代 最难管最难交 有钱 可以让你婚姻美满吗 见鬼了 有钱人 小三小四 小五小六 怎么可能呢 再怎么样子感情好 钱一进来就完了 所以有啊 有社会学者做过这个调查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坤道 都认为 男人有的钱一定做怪 第三个 有钱可以让你身体健康吗 没这回事 有钱人交际应酬 疾病更多 纵容自己的七情六欲 因为有钱吗 我说好 那这样子 人生最重要 你也认同最重要的事情 婚姻 身体健康 子女孝顺 钱都帮不上忙 那你还需要赚那么多钱吗 他说典燃师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可是钱还是很重要 知见啊 这个就是知见账啊 对不对 这就是知见账 这不是情账啊 因为他还没有赚到钱 这是知见账 他就认为那是重要 你很难洗去洗去 他居然讲到他有道理 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出现过 非常失望地离开了 他的答案很简单 他已经认定 钱很重要 他希望说 怎么样修行 可以让他赚到更多的钱 就是这样子 所以知见账 非常的可怕 非常可怕 那我们这一堂课 讲的就是要知见不生 不要落入这个知见账里面 好 我们来这个念 修不提异 若人言 佛说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修不提 佛也说 也有这些修神仙啊 天界啊 这些受者啊 长寿不尽啊 这些受者 长寿无量 所以这个 佛难道就没有说这些吗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吗 当然佛不只是说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佛也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佛法 什么是正见 什么是邪见 讲了很多很多 然后我们就会在经典里面去执着啊 光是说 有所住 无所住 这也是见解啊 捏盘生死 这是不是见解 什么是捏盘 什么是生死 什么是有所求 什么是无所求 什么是有违法 什么是无违法 这都是知见啊 所以 所以有人会说 佛也说出很多的知见出来 这些知见也跳不出这个范围 就是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因为所有的知见 都在这里面转 因为修行呢 只要落入知见 就离不开这个四向 所以说要少三心非四向 离不开三心四向 三心就是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四向呢 就是我向 人向 众生向 受者向 然后修行呢 一讲到知见 就是有一套的修持法门 怎么样修这个自我 把自我提升 从我向提升到人向 人向提升到众生向 众生向再提升到受者向 你落入知见的修行 提不开这四向 从过去现在到未来 就是过去是我 现在是人 再来是众生 再来是受者 一直往上提升 众生就很自我的 一般人是很自我的 凡夫很自我 自私自利 然后呢 修行呢 要能够提升上来 要能够 我为人人 对不对 要我为人人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这就是一个知见 这也是一个从我向到人向 你不能光想到自己 人会想到大家 要到人向 我向提升到人向 然后也不能光提升到人向 人再上去还有众生向 六道轮回一切众生 不是光只有人而已 活在这个世间而已 所以大家生生相习 修其与共 所以呢 这个环保救地球 这就更高层次 环保救地球 环境保护拯救地球 地球所有的生命 都是我们爱护的范围 整个他这个主要是 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 都是从我向到人向 人向到众生向 都是这样子 从自私自利到 重视人类社会 再重视自然环境 一定经过这个过程 从自我到社会 到自然环境 最后呢 再到一个神圣的境界 修身养性 神圣的境界 宗教信仰 先佛神圣 那这就是我见 人见 众生见 你说人类文化 离不开这四个范围 对不对 离不开这四个范围 这个 自我 这是兽性的 野兽都是很自我 到社会呢 这就是属于 社群 这属于政治 到了自然 这是属于科学 科学家就要研究整个大自然 大家 整个大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 植物 动物 人类 都是息息相关的 然后哲学家 宗教家 最要研究的就是 往上 行而上的世界 这叫行上学 哲学来讲叫行上学 然后宗教信仰来讲就是神圣 神学 神学 行上学 但基本上都是一个自我 把自我呢 一直往上提 从探夹够巴豆到这种公民社会 我是一个公民 然后到环保救世 然后到宗教信仰 都是自我一直提升 自我一直提升的过程 这就是我们的知见 我们道心也是一样 也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叙不提于云和世人解我所说亦否 世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亦 何以故 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 受者见 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世明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佛也跟你谈这些 佛会跟你谈自我的问题 他会告诉你 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福报 一般人只关心福报 怎么样消灾其福 他谈的是这个 怎么样消灾其福 所以他会讲这个 怎么样让自己过好日子 也讲得很仔细 你要追求美貌 怎么办呢 鲜花共活 你要追求财富 你要布施 你要升天 你要慈戒 都讲得很仔细 他不是随便讲一讲的 功夫很细的 你要去看那个因果报 因果经 他会讲得非常清楚 做什么事情将来会得到什么结果 做什么不好的事将来会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 很多人只关心这个 所以他这方面的经典也很多 要我见 然后他会讲人见 重视的是人类社会的安宁 所以人亡护国经 有讲那个经 类似这样的经典也很多 怎么样保护一个国家 所以在这个日本 那个成吉思汉 蒙古 攻打全世界 攻无不胜 战无不克 中国都被他打 罗马啦 这些西方的国家 全部被他打败 只有打日本失败 为什么呢 日本根本就不堪一击的 但是呢 只要蒙古要来攻打 他们得到这个消息 就是全国做人亡护国法会 人亡护国法会 所以蒙古进攻日本好几次 都碰到大台风 把船都吹翻了 所以就失败 事实上他们气象专家很多 蒙古那么大的国家 一定是选 那种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的军师很多 那些军师都算错了 因为他有 他有这个人亡护国法会 保护这个国家 所以佛经里面有讲这些 那修持这个法会呢 全国一起 栽戒沐浴 来修这个法会 就会有神力护持这个国家 所以佛这些都有讲 修仙 长寿 修阿罗汉道 可以两万劫 修仙道可以上升到欲戒天 色戒天 无色戒天 这都受者讲 就是你修你个自我提升到仙道 从人道提升到仙道 这个方面的经典也很多 然后讲六道轮回 众生相 讲的更多 讲恶鬼道啦 畜生道啦 不要认为他们跟我们没有关系啦 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所以佛有没有说这些呢 有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但是极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可是他虽然这么说 说完以后还是叫你要放下这些词 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 他是告诉你 你如果要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的话 我会告诉你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是比较好的 但是基本上这还是妄想词 简单的说都是梦啦 我告诉你要怎么样做美梦 不要做噩梦 都是梦幻泡影 那起码这个是一个美梦 你要修成神仙 不要修成魔鬼 不要做一个魔鬼的噩梦 要做一个神仙的神仙梦 然后你不要活在一个混乱的社会 你不要梦见自己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面 你不要梦见自己在一个 是一个贫穷的下贱的 视之不全的一个凡夫 起码你要四肢健全啊 福寿双全啊 这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做美梦 然后再告诉你这只梦 这就是有点像孟子说的 衣食足然后知廉耻 苍领足然后知礼义 他不直接跟你讲礼义廉耻这些大道理 他先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衣食充足 甚至呢苍领充足 有吃有穿有住 而且还有储蓄 再来谈礼义廉耻 因为众生就是这样子 所以众生关心的是 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他关心的是自我 社会 还有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 最后呢死了以后能不能做先 一众生关心的是这个啊 能不能升天啊 所以然后我就告诉你 怎么样让你的自己更好 让你的社会更好 家庭更好 让你的自然环境更好 最后呢死了以后怎么样升天 升到各层次的天 然后最后才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梦幻泡雨 这一切的执着都要放下 那才是成佛之道 你直接跟他讲 叫他放下这一切成佛 他不敢 不玩了 所以道庆都来问我 哎呀我生病怎么办啊 我工作怎么样啊 我学业怎么样 这个我都要回答他 都要回答他 这样要赚很多钱 我也不会光告诉他说 我没有方法 布施啊 你要布施 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 布施可以得财富 后学就认识一位道庆 做生意的 根本就不来道场 他就做生意 然后呢但是他有经验 道场啊尤其他最喜欢什么 盖道场 比方说像天本 现在要兴建道场 他就打听道的话 哪一个地方由我捐献 有一次有一位道场的领导 就跟后学讲 这位坛主跑来跟他讲 那个音响我认捐 哇那个一个大道场的音响 恐怕也要百万啊 这位领导说 不用啦我们经费很充足 那个音响呢已经都买好了 他说这个钱我出 我说拜托拜托 他说因为上次有一个道场 我捐了几十万 那年我赚了几百万 所以他当做投资了 所以这个布施得福 他是要跟他谈这些 然后谈完以后再告诉他 得福也没有用啊 你得到这些福报 并不代表你可以解脱自在逍遥 你赚了几百万有什么用呢 能够解决你心灵的困扰吗 能够解决你的烦恼忧愁吗 不行 所以佛只要说了我见 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因为众生就爱听这些东西 四种人啊 有人爱听怎么样 让自己过得更好的日子 有人爱听怎么样 让社会更好 国家更好 有人爱听的是怎么样 让这个大自然更好 环境更好 有人爱听的是怎么样升天 怎么样修仙道 不是修佛道啊 修的是仙道 很多人修行都是修仙道的 所以说仙道就是 我有我的功德我的果位 和你不同 我有我的一炷香 像以前有一位典传师就劝过后学啊 郭典传师你到处去讲课啊 将来你归空的时候啊 人家别的道场也不会烧你一炷香啊 对就是为了这一炷香啊 人家绝对不会啊 别忘了后学在天本道场 哪一天我挂了啊 天本道场 现香里也不会有 国民一炷香师 对啊 一叩手 也不会有啊 也不会有这个啊 他还这样子劝我耶 所以 这就是修仙道嘛 虽然是在道场修行啊 但是那种修仙的那种 我自己有功德有果位 这种观念还是很浓厚啊 我们也不得不跟他讲这个啊 也要跟他讲啊 哇我们今天一求道啊 就 后学也常讲这个啊 一求道呢 就有一朵莲花 含苞带荒 在无极里天 你修的修的莲花就开了 里面有你的名字 你越修的好莲花就越大朵 对 颜色会变 铁莲花会变银莲花 银莲花会变金莲花 哇听得好舒服啊 众生就要听这些啊 你跟他讲一切无所求 无相及之实相 推卫楼啊 没有办法 所以只好跟他讲 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只好谈这些 谈完以后呢再慢慢破除 而且还要有效才行 谈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而且他还要能够受用 你没有骗我还真的 对 还是我照你的 或者说 哎呀 释迦牟尼佛我照你说的 果然如愿以偿了 果然 我的个人个人越来越好 我的家庭越来越好 我的工作越来越好 然后呢 这个 然后我的修 我的修行也越来越好 就一直往上提升 其实这都是一个回小向大的过程 由我向到人向到众生向到受者向 回小向大 回小向大的过程 到最后再一曲推翻 一曲推翻 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是明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 只是有这个名字而已 不是真实有这些内涵 就是这就叫做化成 化成 就讲佛陀带着大家要奔往 极乐世界 佛国领域 佛国圣域 在路上走得很饥渴了 佛陀就变化了一个城市 你们在这里安歇 等到大家都已经养精序略好了 佛陀才说这不是目的地 目的地还尚在遥远 然后这个化成就不见 就继续往前走 这就是从我见到人见 到众生见到受者见 一步一步往上提升 所以要从自私自利到人 人爱我我爱人 人 然后到普度众生 到修仙成道 是一步一步往上走 但基本上你不能叫他 一下子就没有自我 他就是要自我 他可以自我从小我放大到大我 最后才可以从大我到无我 他就要经过这个过程 小我到大我 大我到无我 修佛陀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 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所以要觉悟 要发大菩提心要觉悟的人 方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就是要觉悟的 我不追求说一个自我 越修越好 我要的就是要觉悟 要彻底的觉悟 那如果你要觉悟的话 那对于佛所说的一切法 应如是知如是见 应该要这样子认知 这样子见解 这样子相信这样子了解 不生法相 怎么样子知见怎么样信解 就不生法相 所有的法 只要说出来的 通通都是但有名字皆无实意 不生法相 不要生出有什么方法来执着 甚至连成佛之法都没有 成佛之法的 成佛 一切众生 所作以办本来成佛 我说你要成为一个博士 那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作以办 就算你弄假论文 也是要做出来 取信于人 所作以办都办好了 手续都办得很清楚了 要所作以办 才可以成为一个博士 但是成佛 我们要做些什么事 告诉大家 你不要去管做些什么事 成佛的条件我们都已经做完了 本智俱主 所以六祖慧能就是一个过来人 他的一生没有追求别的 唯求做佛不求余物 后来碰到他的老师 宏忍大师 他就顿然觉悟 何其自信 本智俱主 何其自信本来清净 注意啊 本智俱主本来清净 本不生灭 我们要从有生灭修到不生不灭 不清净修到清净 不具足福德智慧 修到具足福德智慧 这个本不动摇 有动有摇修到不动不摇 然后呢 还要修到什么 能生万法 但是这个六祖慧能就讲 一切本智俱主 一切能生万法 没想到啊 原来我本来就这一切 我所要做的一切 早已经俱主了 早已经俱主了 不需要用任何的方法去追求了 觉悟就是觉悟这一点了 所以为什么说不生法相 因为你会想用什么方法 来完成成佛的大业 告诉你不需要任何方法 因为呢本智俱主 本不生命 本智清净 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 通通都具足了 我们的问题就是在执着 执着两种 刚才讲的烦恼障 还有什么 之间障 从小就是这两种障 情障 还有礼障 情障是学来的 礼障是被要求来的 小孩子 为什么会有七情六欲 学父母 小孩子生起来本来很知足的 有一口奶水可以喝 就好了 赤身裸体都很开心 这小孩子你真的把他饿死的冻死的 他也没什么怨恨 为什么 小孩不知道死活 他不知道死活的 他不知道死活好坏的 他没有那种好 死是坏的 活是好的 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都是大人灌输给他的 大人的习性让他学习慰的 大人错误的观念呢 强迫灌输给他 告诉你穷是不好的 有钱是好的 告诉你死是不好的 活是好的 这些观念都是慢慢灌输进去的 所以要知见不生啊 所有的观念全部把它洗掉 所有的法相 不生法相 不管是世间法 还是初世法 全部洗掉 让身体的疾病 全部去除以后 就是健康了 不需要再追求健康了 健康本质具足 妨害我们健康的 就是疾病 妨害我们智慧的 就是这些法相 不管是世间法 还是初世法 有一切的法相